CBI新消息 从明城伤情曝光 威尔斯主动道歉 目前CBI比赛一如既往的精彩级年 国资球队都在为能取得好的成绩而努力拼搏 在国赛季单辽宁蓝蓝 想要未免冠军 恐怕不会那么容易 因为有好几支球队都具备冲击总冠军的势力 就在近日 辽宁蓝蓝与广场的一场比赛就打得非常辛苦 一直战到最后一分钟 最终以85比88输掉比赛 同时把几分榜第二名的位置让给了广东队 这样的情况对辽宁队非常不妙 希望辽宁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努力抢回第二名单位置 因为第二名单位置 假如到半截赛碰上广东队时 就会多一个组成优势 所以说这个第二名单位置非常重要 这场球不光是输掉了比赛 在比赛中球队三分赛手从明城 与广场意外受伤 这样突发的状况让球迷非常担心 假如季后赛从明城因伤全赛的话 球队就会缺少一个外线三分投手 对辽宁队将是一个知名的打击 希望从明城伤情无大碍 不会影响后续的比赛 只来清醒的是 从今天媒体曝光的从明城的伤情来看 应该没什么大碍 不会影响季后赛的比赛 球迷妹也终于放下了心 而广场外援维尔斯在撞到从明城之后 表现来非常难过 还主动找到从明城到苗前 拦截比赛本身就是一项对抗非常激烈的运动 球员受伤在所难免 我们希望从明城早日康复 在随后的比赛中 王仔归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